諸葛梓祺10月時與老公冷戰 幾乎離婚 幸好最後諸葛媽媽出手調解 他們經歷了個小風波 真的要趁聖誕假一起去玩 兒子讀的維多利亞幼稚園 今年慶祝創辦50周年紀念 搞了個五日四夜郵輪家旗 他們一家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厲害 上面還有很多又新又好玩的娛樂設施 當中最吸引就是這個高300米的吊臂式觀景台 多麼有氣勢 說回諸葛梓祺 原來他是天生怕水 就算平時去澳門都要坐直升機 今次要他坐郵輪簡直是很大的挑戰 一戰我們就在啟德郵輪 見到他們一家幾口一起上船 這幾天兩夫妻可以天天對著 相信可以增進大家的感情 另外子女都是讀維多利亞的金比 那天比諸葛兩小時上船 原來他們只是去參觀一下 雖然如此 亞仔對船上的設施都非常好奇 拖著媽媽周圍走 而最意外的是 小時候都在這間幼稚園讀的超音都有出現 還跟金比聊了幾句 之後自覺自活動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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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